中国女族复仇爆发,56岁水沁侠一汉 中国女族囚王王双两大决定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九 这段时间中国女族暂时是由王军带队的 与美国女族的两场对抗 中国队先是0比3惨败,随后1比2遭遇逆袭 这让女族背负了外界巨大的质疑 然而对于王军来说她也是非常无奈 毕竟自己只是临时救场,临危受命 能打出这样的成绩相当不易了 不过近期她之交的中国女族U20队却正在强势崛起 在和亚族联旗下的霸主级别球队 澳大利亚女族U20的交手过程当中 中国女族U20球队取得了3比1的完胜 让球迷们都看到了希望 不过对比之下,中国女族自从水清侠下课之后 整个中国女族也陷入了动荡之中 目前球队仍然是处于解散的状态 何时集结仍未可知 或许对于水清侠来说 在职期间工作中遇到的阻碍和艰难 也让她留下了终身遗憾 好在女族的清训土壤无疑是更加的成熟了 这也让她 相信这也能让她略感欣慰 而作为目前中国女族的球王 王霜近日也是官宣了自己两大决定 首先第一 近日王霜正式公布她已经被热刺选中 即将三度流洋 再度成为中国足球的门脸 其次,王霜表态 她希望能够通过自己努力为年轻球员去树立榜样 从而带动整个中国女族的发展 目前来看呢 王霜也是本年度中国金球奖的最大热门得主 大家怎么看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这期视频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那么快点 好吧 наж thirds